小朋友拿起画笔 在描图纸上画出理想中房子的模样 刚用市里美术馆所属的儿童美术馆 节日期推出 不只是房子艺术教育展 以互动创作的方式 让孩子从中了解到 作品背后传递的意涵 在这个展览里头 我们让小朋友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看到房子的时候 那房子背后它代表是什么样的意义 是你自己的意义呢 还是一个群组的意义 还是一个家国的记忆 面对疫情肆虐 民众对于家以及房子 有什么样的想象 艺术家吴辛子 透过大楼住户 分别画出民众居家防疫 可能做的事情 同时也在画作中 融入了动植物的生态环境 疫情期间 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都很长 所以我也想透过就是 房子除了外观以外 还有我们可以从窗户里面 看到人在做什么 然后去设计 每一个人在家里 可以享受的事情 比如说可能画画啊 听音乐 或是阅读甚至跳舞 就是其实在家里 大家也有很多很丰富的互动 跟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会产生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 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都可以想到自己在家里 其实最重要是 跟家人之间的互动情感 而艺术家陈云 则是将高美馆典藏的作品 好久不见作为延伸 而原作大小的小屋 等比例放大 设计孩童可以平躺的床 将守护王者的金童玉女 运用巧思变成幽默风趣的互动展品 使用可爱版的金童玉女 跟墙上那个文字 也是我替金童玉女 就是写的 解释他们说 其实是小小守护神 他们其实是保护的作用 这样子 然后觉得说 弄一个这个小朋友 可以在里面躺 然后跟写下自己 印象深刻发生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做个纪念 展览可以很有趣 也可以很好玩 高雄额美馆将当代艺术 融入生活当中 透过趣味好玩的互动展品 让孩子亲身体验 感受主题背后所传达的意义 记者吴秉原 郑志源高雄报导